好 至於帶來看到是行政院 今天上午召開了院會 主持院會的行政院長 蘇貞昌就敲定了 將紓困特別條例 以及特別預算的實質期限 從原本的六月三十號 延長到明年的六月三十號 以便因應疫情的最新發展 預算規模也從原本 大約四千兩百億元 提高到經費上限六千三百億元 好 紓困特別條例 這次的修正將時間延長一年 到明年的六月三十號 總金額修正為最高六千三百億元 而行政院後呢 序也會 就後續也會提出追加 特別預算 送請立法院來審議